为什么冬至要吃饺子呢 俗话说的好 冬至不端饺子碗 冻掉耳朵 没人管 所以呢 吃饺子是为了不冻掉耳朵 今天咱们就来煲饺子 先来做个料油 这个料油不仅可以用来做饺子馅 包子和馅饼也同样适用 准备二斤肉馅 加入配料表中的配料 葱要先倒入香油 搅拌均匀后再加进去 这样就不会有葱腥味了 馅儿调好之后呢 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 这是饺子灌汤的关键 咬一口流汤的饺子 哼哼 想一想就嘴馋 冬至了 是饺子等你 还是你等饺子呢 咬一口流汤呢 但是我来说